世通老闆潛水,拍檔沉賣卡錶入冊 接客人卜酒店的世通假期搞到一鍋泡 政府昨天繼續開火炮軍他們 我覺得他們做的事簡直有點荒謬 怎可以在大時大節沒有做好安排 住宿沒有落實到可以接團 一間旅行車的經營手法也好 如果他處事手法也好有問題 的確是令到我們香港的旅遊業是蒙羞 我覺得這個要很嚴肅去處理 老闆黃永堅還未現身向女議會交代 主席胡小英就說會發信給世通 要求他們7天內解釋 知情人士說世通犯了三宗罪 包括要旅客訓侶吧 向議會提供不實資料 和向議會提供虛假文件 隨時會被釘牌和罰10萬 我們上公司註冊處檢查過 製通老闆黃永堅 原來是22間公司董事 其中兩間公司的生意拍檔 南邦德 10年前曾經說假標 假務瑞士名標五星上將的商標 但將英文名改成這些 坐了年半鑑 當年涉嫌賣假標間鋪位 在紅磡陽光廣場 之後多次改名 叫過魏郎時計 又叫過現代名標 剛好黃永堅現在持有的瑞士名標 都是在陽光廣場 英文名還跟現代名標好似 至於事件另一主角 世通旅行團聯絡人張鴻海 除了有三重身份 還涉嫌以公司名義開網頁給客 我們根據他卡片上的電話號碼上網追查 發現Direct去了一個招商國旅網 亦有張鴻海的個人網頁 不過我們去到招商國旅 位於蛇口海景廣場的寫字狼問 他們的職員就說 我們show 給他看的網 不屬於他們公司 懷疑有人毅務公司網頁 龍